宜兰县第一届的县长被桌球赛在今天登场 没有想到闹出了个大乌龙 国中国小的选手们按照原定的比赛时间到场 结果发现工作人员才正准备要布置场地而已 疑问之下才知道这比赛时间从早上的8点被改成了上午的10点钟 家长跟小朋友全傻眼了 在体育馆外头等了将近两个小时 事后主办单位宜兰县体育会的桌球委员会道歉也澄清 他们是为了让小朋友可以睡眠时间比较充足 才会把比赛的时间往后延 他们已经事先在网上公告了 不过没有个别通知 有家长就通批说只有在网站上更改赛程 他们根本不会注意到 参加县长被桌球比赛的小朋友们握着球拍 没进体育场而是坐在门口不见兴奋表情 原来他们在表定时间到场 却发现赛场空无一人 球桌椅子也都还没布置好 疑问之下才知道比赛时间从上午8点被改成上午10点钟 家长和小朋友全傻眼 在体育馆干等两个小时 楼上等是不是 就傻等这样 还有我们是8点多来 有的7点半就来了 听说情绪大家就很不好 当然大家会觉得 会觉得比较纳门 因为这种比赛有时候 你要先更加告诉一下 两个礼拜之前有更改的话 学校教练组都会知道 怎么可能连学校教练都不知道 这不是这种说法吧 宜兰县第一届县长被桌球赛 首次举办比赛就因为比赛开始时间 改来改去闹乌龙 来看看主办单位8月6号公告的竞赛归程 原定上午8点钟开始比赛 后来官网上9月初公告的赛程表 则直接将比赛开始的时间标示为10点钟 不但字体小容易被忽略 主办单位也没再个别通知 参赛学校和选手时间已做更动 在我们的想法是8点到10点 应该是没有影响 因为就是大家现在都要到场 然后我们让他们练习 有变动一定要公告 对啊 公告没有就再没有特别 这是我们可能要改进的地方 主办单位赶紧致歉 澄清是想让孩子有充足睡眠 才会改为10点开始比赛 但这漫长的等待时间 恐怕早让小朋友丧失了比赛性质 借理科研 宜兰报导 谢谢大家